公主小碧被她的国王父亲强行要求和隔壁国王的傻儿子配种 汉妮的公主自然是很痛苦也很不情愿的 于是一个名叫露西的恶魔很快就缠上了她 露西的作用就是蛊惑小碧随心所欲又心安理得的干坏事 所以在露西的损恿下公主很快就迈出了她搞破坏的第一步 正当公主窃喜时 她转角却遇见了她的继母奥娜 奥娜表示她是来指导公主新婚之夜的连接仪式的 她本来可以享受一下四人非应的待遇的 然而由于艾夫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老鹰受不了了就将她扔下去了 于是艾夫就这样遇见了正在进行战争的两支军队 然而艾夫压根就不知道战争是个什么东西 她还套出了笛子帮他们伴奏助性 很快她又阴差阳错的给一个兽人来了个眼不真酒 很快就到了王子和小碧的配种典礼了 而小碧只能和露西一起躲到角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等国王找到公主的时候她已经喝得烂醉了 然后小碧就这样醉醺醺的参加了婚礼的宣誓环节 当小碧面对眼成这个看着就糟心的王子时 他直接就打费戒指说出了不愿意三个字 没想到的是王子去捡回戒指时 居然将自己嘎在了婚礼现场 为了挽救这次即将失败的政治联姻 许慕国国王联邦表示他还有一个叫墨基墨的儿子 于是公主就又有了新的配种对象 我怎么觉得这王子还能再抢救一下呢 尽管公主明确表示他不想嫁给对方 奈何国王才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人 就在两人即将结为夫妻时 教堂的大门突然被艾芙给推开了 此时的艾芙还不知道人类世界的凶险 国王看到艾芙后就打算抓住这个精灵为他所用 于是他立刻就发出悬赏令来捉纳艾芙 很快现场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接着小碧就借此机会击破窗户逃了出去 艾芙也紧随其后顺着小碧的裙摆掉了下来 然后两人就一起开启了逃亡之旅 而另一边的两个神秘人毁掉婚礼的目的也达到了 紧接着墨基墨王子和国王派的追兵 也开启了抓回公主和精灵的征程 小碧带着露西和艾芙一路紧身的躲避着追兵 然而他们还是很快就被堵在了死胡同里 不过好在露西也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接着三人又继续开启了逃亡之旅 很快他们就闯进了魔法森林 为了躲避追赖的墨基墨一行人 他们就躲到了树上 然后他们就见到了一个会飞的仙子 仙子热情的告诉他们前面的山顶上住着一个许愿大师 他肯定能解决你们的烦恼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寻找许愿大师的旅途 第二天三人一路跋涉终于是找到了传说中的许愿大师 但其实他压根就不是什么许愿大师 这是一个英语版的谐音梗 找错人就算了 莫基墨又在这个时候赶到现场来抓捕他们了 于是小碧又要被迫逃窜了 然而不晓得是之前被艾芙玩弄的兽人也找上门来了 现在是前有追兵后有猛虎 无能为力的小碧只好放弃挣扎打算回家当王后了 这时艾芙却突然发话说命运啥的那都是扯淡的 未来是要靠自己创造的